第四章 十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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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节 快放下武器 举手举手举手 举手举手举手 给我打 好 给我打 好 看在这边的那个 都是在这边的 我看在这边的那个 我看在这边的那个 有什么名字 过来 李三萌 你不能开刑 别把争扬 你应该把 XX的 李三萌 里边怎么没动静 走 小文 小文追 是 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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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灿芒 你倒亲眼看着 这又是沈樱杰干的 铁正如山哪 怪不得他要抢走 官书记的密码本 这样我们跟苏正立下等 就彻底断线了 没法追杀内奸了 沈樱杰啊 沈樱杰 本以为你和老官发生了矛盾 一时冲动才杀了人 看来没那么简单 他心里一定有鬼 我宣布立即撤销 沈樱杰保卫科长的职务 全程搜索 他要赶完抗 就底正法 是 李灿芒 你不能打死他 戴瓷伤还在他手里 除了他 没有人知道戴瓷伤的下锅了 王颖说得对 眼下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是保护戴瓷伤的安全 但是可以打伤他 一定要抓活的 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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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走 人有没有 人叫很快 人叫你放着 快点 你叫救活的 他在那儿 追 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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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伙计 不是我要杀你们 是有人要吃你们的肉 你们哪得担待着点 不过我手快 保证你们一点痛苦都没有 董师傅 你欠的血债太多了 小心下辈子你也变成猪 任人家宰割 下辈子还当屠夫 那谁在谁 没啥啦 好 没啥啦 老实点 吼什么吼 没啥啦 马来上来透口气呀 骗谁呢 下面东短下凉猪探着呢 你吓死傻 又吵日子 人来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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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吓死我了 坚持人七青 对刘 水 你怎么了 关书记死了 季耀员小白也死了 你说什么 他们都被内奸害死了 我估计 是老赵他们 查到了内奸的身份 密电通知了关书记 结果被内奸察觉到了 所以他在狗急跳枪 铁儿走险 谁是内奸 我不知道 反正现在李参谋 他们就认定我是内奸 我是凶手 正到处抓我呢 究竟什么情况 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 师父 师父 能逃口水喝吗 去去去 去去去 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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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 我找到了野田祖藏身的地方 已经摸清了他们的情况 赶回去报告官书记 再带人去围剑他们 谁想到 情况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全都挽掏了 原来你放走鬼子的俘虏 是为了寻找他们的巢穴 对呀 这是我和官书记 事先就商量好的 我们必须改变 被动挨打的局面 而且 小鬼子绑架了小敏 我想着 将计就计 主动出击吗 那你赶紧向李参谋说清楚 我现在就是一身的嘴也 讲不清楚了 这件事情只有我和官书记知道 他死谁给我证明 反正现在 李参谋根本就不相信我说的话 反而要逼着我交出戴隋昌 不能交 绝对不能交 内间没有查清楚 交出去太危险了 当然不能交了 戴隋昌 在这儿 在这交里 你 死呀 你个臭汉奸 我被你害惨喽 他扰了我 扰了我 他扰了我 沈大哥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大鹏 你给我 好好地死守住戴隋昌 在这个节骨眼上 绝对不能相信任何人 更不能泄露戴隋昌的 一点点蛛丝马迹 我明白 那你呢 我去找小鬼子 想办法救出小敏 干掉他们 即便是干不掉他们 也要拖住他们 绝不能让他们 牵着咱们的鼻子走 那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那帮鬼子很厉害 人多势众 武器精良 你咱枪匹马根本斗不过 斗不过也得斗啊 眼下只有这一条道了 只要能拖到 黄司令他们来 咱们就赢了 即便是我牺牲了 那也值了 沈大哥 你不能去 你这是去送子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你别说了 给我好好守住在隋常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我就白白拼命了 你别说了 你别说了 我哥 你别说了 就让我不想 他不想 他不想 有他 怎么回事 是我把共党的关书记 和机药员想的给干掉 嫁祸给沈英杰 他现在有嘴说不清 负罪逃跑了 谁让你这么做的 我们的目标是戴隋昌 你这样只能打草惊蛇 帮我你自己的身份 我是迫不得已啊 他们查那间已经查到我了 查到你了 事情是这样的 是 沈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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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兵找到了吗 找到了 被小鬼看藏在筐洞里了 那你咋不救他出来呢 肯定要救 但是现在 又比救小兵更紧急的事情 为他娘 你妈的脸帮我个忙 我帮你 你马上到宿城去找一个 叫赵树光的人 告诉他 关书记和剂药员小文都牺牲了 管他是不是给关书记 发过一份密电 内容是什么 我行吗 你当然行了 你做过地下交通员 有经验 再说了 咱们的队伍有为内奸 我现在 对我身边任何人都不敢相信 只能麻烦你辛苦一趟了 辛苦倒说不上 只是我年龄大了早到了慢 这道苏城一来一往的 怕时间耽误了 误你们的大事啊 那你现在就动神 是 这个是陆飞 这个是老赵的联络地址 和戒头暗号 你进牢以后就把它销毁了 这件事情千万要报名 不能跟任何人讲 我懂 好 魏大娘 我现在要去执行一件特殊的任务 如果你回来以后 我牺牲吧 你就把老赵告诉你的情况 赶紧报告给新来的李参谋 对 这个密码片也交到你那儿 到时候一起交给李参谋 沈科长 你 魏大娘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你放心吧 我的命硬得很 你千万要活着 小命 我还指望着你救他呢 我知道 你出发吧 路人小心啊 好 好 像这样啊 爸爸好厉害 亲 来来来你试试 来给你一个 我试试 试一下啊 这个高一点啊 你们好想多啊 一二三 上来 好了 我给你捡回来啊 原来是这样 韩兴 你当机立断转位为安 做得非常好 我会汇报给港村中佐 进一宫 谢谢赫子太君 我们原本想用抓到的女孩 跟姓婶的去做交易 协迫她杀掉戴隋长 没想到她竟然被自己的人 逼反了 无路可逃 现在 她只能投奔我们了 可是这个 沈英杰是共党的死硬分子 她会真心投靠皇军吗 这个我当然心里有数 但是你放心 就算她三心二意 我也会让她上了贼团下不去 乖乖地交出戴隋城 那现在我怎么办呀 继续扰了共党 彻底切断沈英杰的后路 我们只有掌握了沈英杰 才能知道姓代的藏了马 明白 现在我跟山本军立刻赶回去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误的话 沈英杰应该已经去找我们了 别我激励点啊 这儿 这儿 还是签论的 是的 它东西 你不给了 祝责地 这儿 不想铃 不想铃 死 不是 那儿 你自己ither 我先想蹲一趟 不会吧 再来你去再走 没人进去啊 不行 不行 我先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动 把手追下来 快点 转过来 沈科长 兄弟 对不住了 站住 现在打枪 好威俗警戒 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沈明杰 我想干什么 走 快 沈明杰万万一写到 人本忠义的计划 一瞬间就别等他 自己反而成为忠读的罪名 基本上 已经没有退出 唯有单身疲马 绝对反击 去完成不可能换土肉 老太婆 老板 你叫我 对对对 老太婆 你是从苏北逃难来的 是的 孤寡老人太可怜了 来来来 谢谢好信任 谢谢 你别装了 你就是屠龙 你什么意思 你把我骗得好苦啊 什么屠龙的情妇花小姐 原来你就是屠龙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 实不相瞒 我就是屠龙 真想不到啊 原来以为屠龙 是个满脸落腮胡子 虎背雄腰 胸口长着毛的大男人 可谁知是个女人 还是个弱不禁风的老女人 你要是敢惹恼了我 我一定要了你的命 不敢 不敢 有什么情况 我找到戴随常了 什么 他藏在哪里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你就等着看热闹吧 好 你先不要动手 听我指令 用不着我动手 自有人代劳 你能不能说明白啊 你不要忘记 你是我花大价钱过来的杀手 你不能让我糊里糊涂的 啥也不知道吧 你就等着付钱收尸吧 不要怪我怎么做的 知道的太多了 没好处 好人给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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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云洁偷走了一批枪支弹药 她人呢 逃跑了 偷到枪支弹药 她想干什么 李沧帽 官叔就牺牲了 现在湖山由你送出 你说怎么办 我就怎么办 这事事关重大 得向黄司令报告 可惜小雯已经牺牲了 电台没人会使用 真是祭祀人了 我们连有部简易电台 要和团部联系上 请团长转告黄司令 太好了 赶快把他调过来 另外你们连 一定要加强剑备 立方是迎接再次制作血缘 明白 沈云洁赶到了凤头岭矿场 选择了一处地形复杂 溢于伏击的山沟 预先藏好武器弹药 她打算将鬼子拧诱到这里 殊死磨搏 蛤 鸛 cosmos 玉米 博 好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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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像 快 快 快点 报告小谷长 朕本一带都搜过了 没有发现沈阁长 搜 挨见挨厚地搜 我就不相信这个沈樱杰 有上天入地的本事了 是 报告 阵心已经搜了两遍 没有情况 再到后院搜 是 小谷长 出什么事了 你看你急的 扫你的地 别会儿闲事 我听你们的话 好像沈科长出事了是吧 我告诉你 沈樱杰叛变了 我们正在到处抓他 不会吧 沈科长那么好的人 要不是他救了 我这个古老婆子 我现在肯定饿死在马路标 你 你 小谷长 你们肯定搞错了 我今天在镇外屠宰坊 还看见 沈科长和吴大鹏同事 他们俩有说有笑的 怎么可能叛变呢 你说什么 我没说什么 你说你在镇口的屠宰坊 看见沈樱杰和吴大鹏了 是 怪不得这两天没有看到吴大鹏 原来帮着沈樱杰叛叉昌了 你 吴大鹏 你刚刚说的话可不要乱讲 要讲脑袋的 懂吗 不敢 我看我 你 你 什么 你 有 有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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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狗师傅 给他拿个窝头过来 窝头是你们吃的 阿拉要吃肉包子 要留油打 鲜肉大包 你个狗汉奸 你还挺讲究啊 是你们把阿拉关在这里的 要想到阿拉服从 就得让阿拉吃舒服了 你还来劲了是吧 肉包子没有 去买啊 再不买阿拉可喊了 让所有人知道你们把阿拉关在这里 阿拉死带水层 阿拉死带水层 阿拉要吃鲜肉包子 明 不许晓 你再闹 小心老子一脚把你踹下去 有助你踹 你敢踹阿拉就去死 看你怎么向上司交代 你个狗汉奸 好好好 反正我也饿了 我就买点包子节日馋吧 好好好 要买高出笼的又烫又软 一口咬下去才过瘾 妹 要快点回来啊 生的凉了 呸 吃货下去等着 你爹 怎么要手工工就来了 带水畅的人头呢 你就想要带水畅的人头啊 我刚也回去就出事 差点命都保不住了 看得沈阁掌控 竟然被字简当成了叛徒 叛奸 到处追杀 真是太可笑了 我记得中国有句古话 这座丧家之犬 活活不肯终着 你现在 就是那只丧家之犬 随时有可能 被你的同伴杀掉 这你都知道了 消息够灵通啊 天下的事 没有我们大日本皇军 不知道的 我不仅知道 你是被人追杀 我还知道 你是被冤枉 被陷害的 真正的内奸 不是你 我真是佩服 什么都知道 这内奸肯定是你指使干的 我得 没有指使你 只能怪你 运气真的太差了 正好撞到人家枪口上 你现在已经没有退路了 唯一的出路 就是跟我们大日本皇军合作 你才能活命 我死心踏地的为共党卖命 到头来例外不是人 老子也受够了 既然他们不仁 就别怪我不义啊 只要你把我女儿放了 我死心踏地的跟你干 好 既然这样 那你就马上告诉我 你把带随称 藏在哪里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好 走 别别别 你别着急啊 我没说完呢 我有条件 你姐 现在已经没有本性 跟我谈条件了 快给我说 带随称在哪里 先把我女儿放了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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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敏 小敏 爸爸 爸爸 爸爸救我 爸爸 怎么样 你看到了吧 你女儿完好无损 你只要答应我 干掉带随称 你马上就可以跟你女儿团圆 爸爸 你 放开我 小敏 小敏 别哭了 我们大人把皇军说话算数 你现在可以说了吧 带随称在哪里 你都放我女儿 我不讲 蠢子 我被我打了 你把我打了 把我打了 你别的时间 石英杰 再不说我现在就端了你的胳膊 有种你刀杀了我 让我痛快点 那我就便宜你了 师父 家族的家庭上来 是 等等 怎么了 害怕了吗 叶田 我提醒你啊 戴穗昌藏在什么地方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我死不要紧 那你就永远找不到戴穗昌了 按照你们日本军人五十道的规矩 这么重要的任务都完成不了 要么被枪决 要么剖腹自杀 好 你也活不了 你是在威秀的 不是危险 我是替你考虑 为你好 这人应该比我更清楚 那我还要被刀 你不是吗 为何我更清楚 你自己被刀 在哪里 那你处理我 还要被刀 你还是要被刀 你还要被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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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了 最后我被刀 你还要被刀 在哪里 妈呀 你们两个大男人 怎么跟小孩子一样的 叶天君 沈科长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不能无礼 叶天君 叶天君 沈队长 沈科长 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你看 共产党把你当作叛徒要杀了你 我们也可以杀了你 你左右都是一个死 为什么不弃暗投迷 跟着我们干 你还能换来一个大好前程 你说是不是啊 我一来就假了 愿意跟你们合作 可你看叶田那凶身恶煞的样子 我信不过他 别理他 他就那样 那你信得过我吗 还疼吗 还疼吗 你这一吹啊 就不疼了 那你告诉我 戴随肠在哪儿啊 嗯 宁信得过我 又答应跟我合作 干嘛还不说 你看我 如果我告诉你们戴随肠在什么地方 你们肯定是要去干掉他 那万一除了意外 你们又得怪我 骗了你们 那到时候 我满身吃醉都说不清楚 再说 在说什么 再说我现在手里啊 只有戴随肠这一场王牌了 再说我现在手里啊 只有戴随肠这一场王牌了 如果我先露个敌 我就没什么利用价值了 就没用了 就没用了 我看啊 他们好像不太信任我 没准 野天一刀就把我批了 那我就真的成了冤死鬼了 那我就真的成了冤死鬼了 你这样说 我也理解你 这样吧 你说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带着你们去找太随肠 干掉他以后 我是什么人 你们就清楚了 所有的怀疑 自然就消除了 好啊 我答应你 好 但是我要提醒你 你女儿还在我们手里呢 事成之后 我们才能放人 你明白吗 明白 一言为定啊 嗯 嗯 野田君 大舍山を殺到 彼女人 死得了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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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田君 野田君 全員准备了 他 全員准备了 岚山 凯山 岚山 台湾 大舍山 这个女人 深夜 是 要是 冲突准备 来 狗师傅 帮着 您慢走 小股长 狗师傅 买东西啊 对啊 买点包子 包子 买这么多你一个人吃得了吗 这吃不了下顿再吃嘛 我一个古老头子免得做饭了 那我先过去了 行行行 包子来了 包子来了 新鲜的包子 咬一口都得流油啊 太好了 哎呀 消失了 快阿拉吃一口 下雨吃 不许出来 这 你 你 下雨吃 不许出来 阿拉吃下去 来 下雨下去 下雨下去吃 阿拉今天不要吃了再下吃 你再闹老子把你扣起来 来来来 好了 不害怕 快快快 你要吃包子也得听话 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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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 行行行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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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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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英杰引诱鬼子 想预先射服的陷阱走去 试图把鬼子一个措手不及 再寻机救出小名 一场血斩 一看就要慌了 解散 咳 mod 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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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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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安全 那咱们这样走 能去屠宰坊吗 屠宰坊 戴隋昌 不是藏在屠宰坊吗 你怎么知道的 对不对吗 贺子小姐说得当然对了 戴隋昌 的确是藏在屠宰坊了 所以说嘛 没有什么事情 能瞒得过我们大日本皇军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了 只是想看看你呀 忠不忠心 去屠宰坊吧 走啊 等下 我们不走这条路 我们走哪条 叶田所长 走这条路安全啊 别开 走 李沙莫 你 带隋昌有消息吗 为了所有相关的人 都不知道沈科长 把带隋昌藏哪儿了 皇司令命令我 连夜赶过来保护带隋昌 可眼下连人爷也没有 只认我没法完成 咱们要找到带隋昌 就必须先找到沈科长 可沈宰坚畏罪潜逃了 到现在也没抓到 我觉得 沈科长畏罪潜逃这事 有些蹊跷 您想 他是一个老党员 怎么可能犯 这种低级错误呢 那是我亲眼所见 哪还有假呀 沈宰坚畏罪潜逃了 老子抓着你 废罢了你的皮不咳 李沙莫 要不这样吧 我想想办法 去找一找沈科长 和他谈一谈 也许弄清楚事情的真相 我们也能知道 戴隋昌的下落 你能找到沈宰坚 他在哪儿 李沙莫 你别误会 我不知道他在哪儿 我只是猜测 他有可能找鬼子去了 找鬼子 他要叛变投敌 我也说不清楚了 您对他的误会 实在是太神了 你找找他也行 如果找到了 待我严正警告他 立即交出担心仗 不要在犯罪的道路上 越划越远 好的 去吧